由麦赵辉、庄文强指导 刘青云、古天乐、吴彦祖主演的 数期大片电影《切听风云》在香港上映 首映里上除三位主演外 方忠信、张静初、陈卫廷等主创习数到齐 袁永宜等圈内艺人也慕名前来观赏影片 《切听风云》在内地票房喜人 对于香港的上座率 各位演员却抱持着不同的看法 刘青云、古天乐和方忠信都表示 只要观众看得开心票房多少不是重点 而女主角张静初则直言快语地认为 从现在的走势来看 票房过亿应该不是问题 我没有想过听到以后我觉得很开心 但是票房是越多越好了 我不介意多一点 谢谢 票房啊 我相信肯定可以过亿吧 因为头四天已经这么多了 六十五天 我觉得观众看得开心 我已经觉得很开心 所以最重要就是观众看得开心 《切听风云》讲述了一个股票让人发疯的故事 现实中如果面对真实的股票情报 有人的致富机会 相信也很难有人能够抵抗住他的诱惑 吴彦祖坦言 自己在投资方面属于保守派 一般不会投资在风险莫测的股市之中 我没有那么贪心 我不会做这些比较犯法的事 而且因为可能好像这个角色里边一样的 就会一一 就一定会后悔的 所以一定会不会玩这种事 然后我更加不会玩投资股票的东西 现在我比较保守一点 感谢观看